好 我們的學習重點是這個 第三報告 它會告訴你這個信號叫做正央 現在叫做正央 然後告訴它有多深 會告訴它的規模跟正度 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重點 什麼叫正央 什麼是深度 什麼叫規模 什麼叫做正度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我們之前上學習在教 斷子的時候教過的 叫做正央跟正央 正央跟正央 好 來大圖 地震在地底下 地底下產生地震就是斷層發生的地方 這叫做正央 然後垂直地面的這一點 文言文叫做在地面的投影叫做正央 叫做正央 中間這個距離叫做正央 深度 中間這個距離叫做正央深度 所以地下產生斷層的地方叫做正央 垂直地面的那一點 投影的那一點叫做正央 中間這個距離叫做正央深度 就叫做正央深度 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有一位可愛的記者報新聞 剛發生沒多久 他就說大陸四川發生地震 現在呢 已知有多多少少人的有些傷亡什麼倒塌的情況 他說不知道正央的傷亡人數為多少 正央的人數一定是0 因為在地底下 沒有人 沒有人 他講講什麼 他講的是正央 就是在最中間的地方 最中間的地方 最中間的地方 所以 分清楚 這題我講過 學者考過 畫一張圖點三個點 問你誰叫正央 誰叫做正央 OK 考過 正央跟正央 還有個正央深度嘛對不對 然後根據深度呢 可以分做 淺圓 中圓 深圓 聽過就算了不用背 什麼70公里啊 300到70的不用背 還有人會分一個集淺圓的 35公里以內的 你不要管他 你只要知道有淺圓 中圓跟深圓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有另外一件事 剛剛有關要背 但是以後再說 然後50後有考過 現在不會考 就是正元很少超過700公里 有人會問說 有一個地震發生了 正元深度900公里 那個錯 基本上不會超過700 但是這件事現在也不會有人問 不會有人問 就是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什麼叫正元 什麼叫做正央 知道根據正元深度可以分做 淺圓 中圓跟深圓 還有 地震的來自哪裡 來自地下游 斷層 就是我們要學習的重點 可以嗎 可以